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先等你来看 2024台湾文博会首度遗失台南 市府文化局就设计了一只超可爱的巷仔NEO 进驻大台南八处景点 掀起了追猫急猫热潮 不过大家就很好奇 为什么吉祥物是猫而不是狗呢 来听听文化局的解说 圆滚滚的猫躺在圆环中间 发出呼噜噜的叫声 模样相当可爱 这只猫叫做Hangangiao 是因应今年台湾文博会所设计的IP 而且布置影片 现在孔庙 蓝塞图等地方 都能见到它的踪影 超可爱 我觉得它的外观跟配色都很可爱 我觉得这只猫超可爱的 然后它设计的方式很符合台南的意象 高达10公尺的可爱Hangangiao 就这样翘着屁股 趴在321项 这里是台南所策展的雷森地展区 里面除了看台南的历史 从这只猫身上也能看到 但重点来了 为何是猫呢 大航海时代其实很多船 商船上老鼠最多 那就是要找猫来抓老鼠 那其中就是这一款印尼猫 它最会抓老鼠 那它的特色是什么 其实它现在在台湾 是比较稀有的特殊种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猫本身也是一种 如果看到这样的 所谓的麒麟尾猫 它的特别就是说 它的尾巴是短的 可能是圆的 可能是有一种折角形的 这种猫在台湾是没有的 波纹线条代表海浪 还有商船和老鼠 都在说着1624台南400的故事 这只猫已经成为 台南文化的代表 文化局也开发 蹄带等文青商品 至于公仔的部分 就只能说敬请期待啦 即将收回台南报导 台北市长蒋婉安 和新北市长侯友宜 共同宣布双北引进 U-Bike 2.01 电动补助自行车 结合通勤绿狼 及市区的自行车道 提供民众减碳运输的新选择 目前供引进1500台 鼓励民众多骑程 U-Bike 2.01 电动辅助自行车 与原先2.0版 半脚踏车十分相像 但多了电力辅助骑程效果 置物蓝由灰色转为棕色 坐电由黑色转为棕色 看上去更时尚了 台北市长蒋婉安 和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引进1500辆 让民众多一项骑程脚踏车选择 新北市跟台北市 甚至包括台湾市 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尤其在推动U-Bike 从1.0我们大家一直合作 那在8月份我们新北市 把U-Bike 2.0 整个都把它完成建国好 那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跟讲市长 在U-Bike 2.01电腐车 我们在9月份将有1500辆 加入这样一个行业 其实电腐车的加入U-Bike 2.0 其实很重要 因为每次我看到我们同仁 骑U-Bike 2.0来上班的时候 骑得满头大汗了很多 那虽然我们也提供一些盥洗的场所 给我们同仁换衣服 那毕竟有人还是希望骑电腐车 骑起来比较轻松自在又舒服 那这一次也非常谢谢我们韦校单车 我们立志董事长 大家共同努力 那U-Bike 2.01 上路以后我相信同仁这个困扰就没有了 除了这个困扰没有以外 现在更重要的我们新北市跟台北市一样 我们在推动U-Bike 2.0 最主要的是要把自行车的廊道 建得更安全更舒服 因为骑自行车鼓励大家好用 是智慧、力能、永续的最棒的交通工具 所以我们在整个自行车的廊道上 像通学跟通行的廊道上 刚刚我们背板这个就是从台北市 新北市到桃园市 114公里的绿色廊道 那新北市除了在推动绿色廊道 在两三年就开始做起后 那台北市跟我们也开始并肩作战 桃园市也跟上来 当然除了绿色廊道以外 我们新北市现在目前为止 建过了将近681公里的自行车道 这当中我们U-Bike的站 是了1341站 在这段时间我们启用了人次 2.55亿人次 所以新北市使用力很高 尤其新北市有一个高滩地 哇高丁度风景临媚 既然不要说交流 平常就人满满满 齐我们的U-Bike 2.5 那现在真的很棒 所以我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才能够在整个国际的环境 在推动 减碳 绿能永续的过程当中 新北市一定会往前走 那台北市跟我们一定并肩坐在 更重要建过北北姬桃的生活签 才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今天能够来参加2.01的这个 启动给你很开心 未来我们朝2100辆 现在是1500辆 未来骑2100辆 可能未来还会更多 尤其像我这个年纪的 骑电流车更适宜 因为有些长辈们 骑2.01更舒服 那万安市长 还不需要到电斧车 你骑2.0就可以了 我虽然是可以常常骑2.0 但是我们2.01要上路 我也是很期待 想要试试看看 总是好奇嘛 觉得这个电斧车 应该是还不只省力 骑乘起来 享受一下它的速度等等 但最重要 就诚如侯市长所讲 我们希望双北 所有市民都可以享受 这样便利的律运输 所以我们台北跟新北 我们共同在交通上面 推动很多的措施 比如说我们共同提倡议 1200交通月号 从去年开始 我们也达到了相当的成果 让非常多的市民朋友 使用交通月号 不只是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而且也鼓励大家 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那再来 今年我们也正式 是U-Bike前三桌免费 在台北市我们实施之后 也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也就是累积有22%的使用者 是从过去开车或骑机车 转换使用U-Bike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让大家转移使用交通运具的习惯 多多使用U-Bike 搭乘捷运和公共车等等 那另一方面 我们这次推出2.01 最重要是要让很多 也许年长者 或者是要骑乘上坡 或者是要骑乘长距离 可以比较省力 1500辆加上桃园市 二月率先导入的车辆 共计可达3000辆 预计115年底 可以达到8100辆电动辅助U-Bike 增加民众便利性 谢长也告诉我 我们其实也非常重视安全 所以未来如果骑乘 超过了时速20公里 会缺电 我们希望不要超过20公里以上 那二方面 也谢谢微笑单车 这是提供给我们的2.01车辆 充宝电可以骑乘100公里 所以也谢谢我们 有这样子的新车 提供给双北的市民使用 谢谢 那最后我想我们推出的 种种这些鼓励大家 多使用论域书的目的 是希望能够节能减碳 达到静零碳牌的目标 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为我们的下一代 打造一个低碳有序的模范城市 同样的也带给所有市民朋友 一个幸福宜居的城市 那再次感谢微笑单车 也谢谢新北市府 然后我们市府的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 能够让今天2.01正式启用 U-Bike 2.01 最高时数可以达25公里 比一般自行车的车速快许多 不过得提醒市民朋友 为了安全考量 租借前需投报公共自行车 伤害险才可足用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高雄火车站即将完工 连周边的装置也令人瞩目 像车站前的这一颗大球 因为造型和光线反射的问题 引发了各种讨论 高杰就为了整个球体做了包模 让整颗球就像是一颗太黑色的铁弹 高雄车站前方这颗大球 就会在九炉路的占西和占东路之间 只要路过车站 都会忍不住想要再多瞄几眼 高雄车站前方这个巨型球体 因为过去造型特殊和反光的问题 引发了讨论 为了解决光线反射的问题 目前这颗反光球体 变成了一颗太黑铁弹 因为钢铁的球体相当容易反光 但太阳底下又会稀热 经过的人都可能会被闪光和热气影响到 为了大家的驾驶安全 高雄捷运公司为整个球体做了包模 现在变成了一颗太黑色的铁弹 对比过去光滑的表面 现在反光的强度降低了不少 也减少了吸收的热量 我们在楼上看是不会 应该是有好一点 因为它至少现在不会刺眼 是还好总比其他像85 或者其他镜面大楼好一点 这颗球原本是为了遮蔽展览的捷运通风管所设计的 特殊的外观一直都被大家讨论 现在整个球体呈现太黑色的质感 有民众觉得除了这样比较安全之外 也好看了许多 颜色有改变 所以你觉得 反而更好看 蛮好看的 我觉得蛮好看的 你算蛮喜欢它的造型 对啊 因为我蛮喜欢有设计感的东西 它前几天上个礼拜好像有打开展示过 它是LED灯蓝色的 该通风景造型系在105年完成都市设计审议通过 有关民众反映、反光及聚热等问题 其不锈钢外观贴膜工程已于日前全部完成 目前测试效果对于降低反射 以及表面聚热已有明显的改善 现在晚上经过 有时候还可以看到它变成迪斯克五十灯 但是高杰公司也强调 目前这颗车站巨弹还是未完成品 所有设计都还在调整当中 高雄车站预计在明年完工 持续受到大家的瞩目 就连周边的装置也是令人注意的教练 记者专军高雄报导 而高雄车站中央地下广场的战称墙 从拆除过后 民众可以直接从高台看到内部的施工状况 最近就有民众发现 这个车站的地上多了一个同心圆 像是与头上的云朵天井相互呼应 让大家都很期待 高雄车站中央地下广场的战称墙 历经多年终于完成拆除 现在从平台上方就可以看到内部的施工状况 现场都会有民众驻足查看 像是这位大哥表示他天天都会来 我每天都走路来这边 看看他们进度怎么样 很关心我们高雄的建筑火车站 现在用了很久了 现在从上方复看 就可以看到车站多了一个同心圆 就好像与头顶上的云朵天井互相呼应 对比上个月的状况 可以感受到工程不断的在推进 民众也都很期待车站可以赶紧完工 感觉满心满大的这样子 会啊 因为就是刚从小游球回来会经过的 对 我是特别来就是去玩南回铁路了 对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他的捷运也算台湾 除了大北部地区比较完善的地方 对 我之前跟同学 住这里的同学看了 满喜欢高雄 可是又收不了高雄就是天气跟空气 不然其他点我都很喜欢 是 我讲我们整个高雄车站 在2018年的10月夏立通车的时候 整个下程式的广场 呈现一个半圆形的情况 那目前整个工程正继续在赶工中 那预计我们在12月份 会整个呈现出一个同心圆的面貌 目前预计在明年1月 可以开放北中南地下三座地下空间 这座施工已久的车站 工期也终于进到了尾声 中央广场也架起了历史墙 让民众可以回忆这20多年的工程长跑 整个这个标的工程会在 今年的12月中旬来完工 那后续我们接受于 会在12月份做相关的一个联络检查 那到时候如果一切缺失都改善完成之后 我们就交给台海公司来做后续的营运 目前地下庄舟持续推进 未来三座地下广场也会有同心圆 就像是与每座天井互相对应 车站二阶工程进度将近9成 预计在12月底完工送检 明年就有机会漫步再完整的高雄车站 新高雄车站的工程已经接近尾声 高雄市府公务局针对战前建国路 人行道的改善也在近日完成人行道的翻新 将为战区注入更多的人潮与活力 高雄车站预计在明年启用 配合新车站周边硬体逐步在更新 建国路原本破烂难走的人行道 也全面重新跑铺 走在新的步道上民众都觉得好走了许多 蛮平坦的啊 感觉蛮好走的 就是还蛮平的 就是走路也 老人家比较不会跌倒 对 建国路是高雄东西一两项的交通要道 沿线除了车站还有大量的公车进出 也有商办和旅速进驻 还可以串联周边观光路线 车站上圈已经没落许久 人行道翻新带来新气象 商家也都期待未来车站完工之后 人潮有机会回流 当然希望啊 因为这边已经就是很多店家都走了 就是也没落了一段时间 对 这次建国路改善了 复兴一路到自立路两侧的人行道 也将高雄中学的同学道一并纳路改善 总长度约1.1公里 目前整体工程已经全速完成 主要的工程呢 是做人行道的铺面改善 那就是我们采用的是PC刷毛 然后它兼具有平整跟耐久的 比较公用 我们有做行穿线的调整 然后还有人行道街角的扩大 来保护新人的一些通行安全 为了防止机车直接骑上人行道 这次步道的高度也做了提高 但可以看到目前效果好像不太强力 依然是有大量的机车在人行道骑行 部分的人行道路面是跟路面骑平的 那我们现在部分呢就是做一个台生 人行道的台生 让机车呢不容易直接 从那个道路直接就上上人行道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我们机车在我们铺面完成之后 尽量来遵守消通规则 不要来帮我们上人行道 高雄车站工程进入尾声 人行道的更新除了提升行人安全 也是重新为车站新门面做翻新 但是新的步道也需要爱护使用 一面车站还没有正式启用 新门面就先掉漆 记者苏翰君高雄报道 两年一度的2024新北严选获奖名单出炉 共有45项的特色商品 40家的美食名店及19项的新北茶点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透过打造专属品牌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让全台湾看见新北的好味道 为产业创造生机 两年一度的2024新北严选获奖名单出炉 共有45项特色商品 40家美食名店及19项新北茶点 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日除了出席颁奖 并鼓励获奖业者外 也化身成为最佳推销员 走下舞台到各个业者桌前 协助推销各家特色商品 寻求民众支持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新北市涵盖多元文化及产业 透过打造专属品牌新北严选 让全台湾看见新北好味道 为产业创造商机 也欢迎大家到新北品尝特色美食 购买特色伴手礼 与亲朋好友分享 它是一个多元旧情合作的地方 当然产式的文化 产式的美食 产式的商品 产式的很多人产品 它是一种多元 短期的是一个新北市的任性成绩 新北市政府有责任 联合大家 要把好的商品 好的产品 以及好的茶点 今年特别规划出来的茶点 合法探索 来专台湾政治事件 所以新北严选 两年一半 把新北市最特色的商品 美食 跟这次的茶点 吹出来 新上任的新北市金发局长 盛晓荣表示 新北市政府 两年办了一次新北严选活动 推广新北在地优质店 及特色伴手礼 今年特别开放民众担任 新北严选 我们每两年会举办一次 那今年呢 有700多家的厂家 来跟我们申请 那么我们今年很特别 我们也有开放给民众 就是说 他愿意来当评审 然后我们抽出20名 再加上我们原本的专家学者 那么共同的去把它评比出来 那从700多家来当评审 来评比出104家 那分为我们有新北的特色商品 还有美食名店 还有新北好茶 三个项目 今年特色商品的入围业者相当多元 包括历年多次入围的 古方茶叶有限公司 采用三峡碧螺春绿茶 具备清新爽口的特点 开发出爆米香碧螺春绿茶 业者表示 无论是米或者是茶叶 都是使用台湾在地食材 并特别设计一口酥的尺寸 让大人小孩都能轻松食用 我们这次使用的是 新北市三峡区白鸡山 碧螺春绿茶 我们的茶叶 全部都是使用手工采摘的 那我们的爆米香的米 我们是使用台湾的蓬莱米 茶叶跟米 我们都是使用台湾在地的食材 那我们的茶叶 是使用手工采摘的 那研磨之后 我们融入到米香里面 可以完完全全吃得到 碧螺春茶叶的一些特殊的香气 跟一般使用茶叶的下饺料 下去研磨的味道 是完全的不一样 这个爆米香呢 我们是使用一口酥 所以即使大人小孩 他也不用因为说 你容量太大 然后你吃不完 他一次就是吃不完 会很容易浪费 或者是软掉的这个现象 然后大人小孩 其实如果说在下午茶的点心 都很适合带来这里使用 新北市金发局长盛晓荣也在会后表示 新北市是全国工商业重镇 擁有成熟的产业聚落和多元特色商圈及市集 未来他将全力以赴 打造地方特色商圈及市集 为新北产业注入新量能 共创商机及活络座民经济 在我们新北市有超过30万家的工厂公司行号 那是我们全国最大的 所以我们新北市是我们的工商大市 那在进发局这边的话 我们要去协助企业来发展我们的一个产业部分以外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个特色商圈跟我们的市集 所以庶民经济也是侯市长非常注重的 那金发局当然要肩负起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 还有庶民经济的一个部分 来落实侯市长的安居乐业的政策目标 新北市积极帮助在地业者扩展市场 将新北好商品好味道推广至全台 本次获选名单可至新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网站或上活动官网查询 记者萧世宏新北长报道 特色商品好 近年来因为进口的牡蛎越来越多 甚至混冲台湾牡蛎贩售 让本土的牡蛎养殖面临困境 对此台南区域会就透过台南市政府农业局与农业部渔业署催生台南科章标 发表会中还邀请四家饭店的餐饮业者呈现台南科从产地到餐桌的丰富美味 由台南市政府与农业部渔业署和台南市区域会共同推广的台南科 推出产地品牌标章 日前于台南福尔摩沙游亭酒店举办台南科品牌标章的发表会 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林俊宪与农业部长陈俊继 区域会代表都到场见证 台南沪 幸好爭参 文青、布泰青、平静、佛博章 完全山、万分山、万分山 政府与民党底娘、输友 台南沪 祝 台南沪 祝 台南沪 祝 蚵仔你也有個刺激 你才知道的蚵仔 所以你要騙入這個品牌 用這個品牌騙入消費家的信心 變得很重要 因此呢 感謝各位市民 大家的努力 讓我們的蚵仔品牌 現在剛才就參與市民說 我們自己的市友來掛多少 我們有錢 這就是最好的品質 保證的標題 怎麼樣來讓我們的蚵仔能夠讓我們台灣的消費者更清楚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 產地端的品牌 你要有品牌 才能夠讓消費者吃到 他吃到的是台灣的蚵仔 那他吃到的是台南的蚵仔 特別是台南的蚵仔 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風味 那第二個部分是 後端的行銷其實也是結合我們前端的 所以我們在品牌的蚵仔裡面 其實我們帶了一些所謂的產銷履歷 或者是追溯的一個系統 就是讓消費者有看到這樣的一個標章 就有他的一個品質保障 市府推動傳統養科產業轉型與消費市場的區隔 於今年發行台南科產地品牌標章 現場也有五位蚵農 帶來搭配溯源條碼 或者產銷履歷的生鮮牡蠣 並搭配四家餐飲業者 推出不同風味的蚵料理 金凍的手法 就是把蚵 然後用茶魚高湯做成一個金球的樣子 看起來很討喜 然後吃在嘴巴裡面它會融化 會爆開這樣 那海鮮呢跟茶魚高湯本來就是非常的搭配 那我們把兩種形態的食材跟料理合在一起 然後呈現出一個蚵的一個生態 那它下面有墊一些珊瑚的石頭啊 蚵殼啊漂流木 然後衍生出一個蚵仔的再生環境 近年來因為極端氣候加上進口牡蠣的衝擊 立委林俊縣表示 十年來牡蠣進口 從過去不到60噸到目前4000噸成長將近70倍 希望台南科產地品牌的標章 能方便國人辨識產地的來源 進一步提升商品品牌的價值 增加漁民收益 記者林跟台南報導 為了讓高中職畢業的特教生 在就業前有機會學習專業技能 進行職業試探 市府結合崇佑影科技大學 結合辦理首屆的希望學院 期盼協助特教學生 學習一技之長 也減輕家庭的負擔 為了協助高中職畢業的特教學生 讓他們學習一技之長 也減輕家庭的負擔 基隆市政府攜手 崇佑影藝科技大學 合作推動希望學院 9月將先推出烘焙課 特別邀請世界麵包冠軍 陳永信師傅 擔任課程講師 市長謝國良在直播時 也感謝一起推動希望學院的 產學合作各單位 我們在這邊 感謝我們這個世界麵包冠軍的 陳永信大師 還有以及阿末的這個蛋糕的品牌 跟我們共同合作 來打造這個特教大學希望學院 讓這些從基隆特殊學校 以及特教班畢業的高中孩子們之後 其實就可以還是有更多的職涯 生活還有就是安排 可以讓他們進入社會更穩定的一個體系 他可以有一個職業試探的過程 然後有一個跟社會互動的過程 那一技之長是家長們最希望的 他希望孩子未來可以自己自足 然後自己在社會上能夠有一個記憶 另外一個部分是即便還沒有學到記憶 他也可以先繼續他的社會互動或社會學習 那烘焙它的過程很有趣 從前面的我們目前有一個很具體的烘焙教室 從前面的麵包製作甚至到後面的包裝 然後從麵包到蛋糕不同的點心 都會在這邊學習到 那一共是72個小時 社會上有很多地方希望我們去關注 我們除了辦學以外公益團體 還有很多的面向我們都會各方面去觸及 那我想說一些曼菲的天使 來這邊學了多一技之長 多一個職業的選擇 這講都是社會所得的選擇 我是大概從八年前 然後等到這個世界麵包冠軍之後 那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除了本身的技術的精進之外 我想要做些社會的貢獻 那我就想到第一個我的家鄉基隆 那在學校的支持下 還有林董事長的這個推薦下 那我們在八年前就開始成立這個烘焙房 那很開心那這幾年啊 就是我們栽培了無數的一些烘焙學子 那這一次啊跟基隆市政府 像楊樹長的這樣支持下這種政策啊 我們推出這個希望學院 那我覺得也是一個不一樣的一個 教學的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開始 那課程啊我們為期是72個小時 那每週啊大概是兩天 那針對這些學子啊 我們還是會可能就是先了解他們的一些狀況 然後開始做一些可能基礎的一些教學 譬如說最簡單的 誒屋丁怎麼做 奶酪怎麼做 因為我記得我現在我在學home pay的時候 都是從最簡單的開始學習 那除了教之外 我也希望就嘗試讓他們自己做 因為有時候透過在製作的時候 他們會增加執行性 我們只要是本市市民在高中職畢業兩年內 而且他零有身心障礙相關的證明文件 都可以來免費參加我們這個課程 我們除了擴大講師的來源 我們也會投入資源來聘請助教 或是學生特教助理員 以及具有輔導跟特教專長的行政助理 一同來加入這個課程的一個支持團隊 隨時提供我們這些特教孩子們 就是這些學員們必要的協助 我們也提供交通接送的服務 希望讓家長們讓孩子來參加這個課程 能夠達到絕對的安心 而且我相信我們在從幼的一個鼎立協助之下 我們也會營造一個非常安全舒適的一個學習環境 我是以家長的心聲 我也很感謝市長從推出這個理念 也已經達到我們家長所想要的目標 也希望說在此幫我們這些特教家長 跟市長說聲謝謝 也讓我們家長一個優勇喘息的空間 讓孩子未來也有一個發展的空間 那時候我們就聽到非常多的家長的聲音 他們希望他們小孩子畢業後怎麼辦 所以希望學院的催生是來自於三大目標 第一個是他們畢業的進入 第二個是他們家長的喘息時間 第三個如何也許他們的適性揚才 特教學校的校長和家長會代表 都相當感謝市長謝國良看到特教生的需求 幫助特教生進一步學習自力更生 市府也將透過多元的產官學合作 來協助高中職畢業的特教學生 記者黃志生陳淑萍基隆報導 再帶你來看這個台灣美年薪診斷的 離癌人數超過12萬人 但癌症五年相對存活率從40.7% 進步到62.1% 除了辦醫療科技之四外 運動也能幫助癌有康復喔 癌症希望基金會議就提出了 癌症運動處方有動物Boby的訴求 提升癌有日常的生活能力 改善整體的康復效果 曾經因軟巢癌接受開腹手術 及多次化療的高小姐 示範癌症運動處方 幫助自己身體康復 儘管高小姐自己也是健身教練 但癌症的她同樣面臨三不知 不知何時動 不知怎麼動 以及不知找誰動的處境 我在治療的時候已經身體這麼疲累了 我還可以運動嗎 那我現在治療完了 那治療都到一個階段了 是不是可以開始運動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運動 就是我要如何運動 怎麼樣正確的運動 不會讓我身體有額外的負擔 不會受傷 那甚至對我的癌症治療是有幫助的 我要做什麼運動 那最後是我要找誰來運動 就是運動其實是需要專業 所以就像剛剛謝醫師提到運動處方 我要找誰來開立這個 專屬於我個人的這個運動處方 這些都是需要去思考的 處方就好像我們在吃藥一樣 你要知道什麼時候吃藥 你要吃哪一顆藥 那你的藥效的強度是什麼 其實我們轉換成運動也是一模一樣的喔 我們要有順序嘛 我們要知道要熱身 我們知道我們的最主要運動要練什麼 我們要練肌肉力量 我們要練我們的手 我們要練我們的腳 我們要增強我們的體力 那我們要選擇什麼樣合適的運動 最後不要忘記了 我們一定要再做緩和收操 比如說拉拉筋這樣子 那這樣子一個整體的流程 就是一個比較符合標準規範的運動處方流程 其中的元素有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的頻率 要運動幾次 一做運動個兩次運動個三次 我們的強度要多少 比如說像謝醫師有提到 我們在運動的時候還可以聊天 那可能太輕鬆了 那如果我們要超強一點點呢 可能要有點喘甚至講不出話 但是又不能把人家逼得太強 因為我們是在 哎呦上面做運動對嗎 所以這個就很取決於教練的專業度喔 那當然還有不同的運動類型 爬山也可以在健身房 舉重也可以 我們的運動時間有多少 特別跟大家分享 有的人啊 真的是體力不太夠 我沒有辦法一次運動個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沒有關係 其實啊 真的喔 從研究科學發面呢 跟大家分享一次十分鐘 慢慢的累積 累積到三十分鐘 累積到五十六十分鐘 一樣有效果 一樣有效果 所以鼓勵大家動起來就對了 運動能降低復發風險 改善焦慮憂鬱情緒 美國癌症協會也建議 將運動處方納入癌後治療重要部分 而在台灣多數癌友都知道要運動 但根據研究調查顯示 癌後病友雖然有動起來 但近八成偏好走路 顯示雖然有動但並非動得有效 他必須是一個有動機的 有目的的 有計畫的 而且最重要是有結構的 就是說你這個人到底是欠缺 運動項目裡面的哪一項有缺失 所以應該要補強 還是要整體的加強 最後他是要有規律性的 就是說你要持續 你如果做三個月 就不再來做了 那這個運動大概也沒有什麼幫忙 如果NCCN建議你每週至少150分鐘中強度 75分鐘是高強度 那你看我們國內癌友現在現況是什麼樣 低強度是完全不建議的 你公園走兩圈走三圈走五圈 是完全沒有impact 一點影響都沒有 那那種就是一面走路可以一面講話 甚至像這樣子 我可以走路一面跟各位這樣講話 中強度的建議是要150分鐘 但是你說話會有點困難 稍微有點喘氣 高強度的話大概一句話沒辦法講完 他都會建議你一週裡累積至少75分鐘 你看我們國內的人 百分之八十三停留在低強度 公園學校菜市場 中強度的竟然有百分之六十四 但是呢也大部分都做一次兩次而已 而且他們的時間大部分都是十分鐘 三十多分鐘而已 所以乘上他的次數以後呢 你會發現總時間沒有辦法到達150 同樣的到高強度呢 也是沒有辦法達到75分鐘 那當他需要做癌後定期最終的過程當中 我們很期待他同時要有良好的運動 因為癌後的這些運動呢 基本上就是要恢復健康的開始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希望傳遞出來的一個理念跟做法 那這樣的癌症這個照護過程其實很需要整體大家一起來 不管是家人不管是癌症病人本身 還有包括剛剛謝醫師所提到的NGO 就是一般的民間團體 那當然我們更期待的就是 我們的政府單位能不能夠去統合所有的醫療資源 協助癌症病人當他離癌以後 在康復過程當中所有的一些資源 所以癌後康復真的需要是跨系統 跨科別不同 不管是哪一個之類的這些醫療同仁 或者是社會的所有人員們都能夠跨過這些資源的整合 來協助癌症病友 他在康復的過程裡面可以更順利 癌症希望基金會提出癌後運動處方 有動五波比 強化癌有機力 肌耐力 敏捷 平衡心肺功能 五大核心能力 重建身體機能 有效提升日常活動能力 改善整體康復效果才是真正動之有道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基隆倫段區有一家複合式的餐飲店 特地和地內社區發展協會合作 推廣廢材再利用及各項綠色餐飲 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 與社區店家共享共好 把不要的大門回收裝飾後再利用作為餐桌 桌上再擺上同樣回收後才會用的罐子 就變成美美的餐桌裝飾品 就連椅子也是回收以前釀酒不要的瓮罐來做成 這些都只是一小部分 桌上更有純素的香春餅 作為來這裡上課客人們的點心 這裡是山水草間的綠色餐飲培麗工作坊 幾乎全由回收廢材搭建而成 由同樣在暖暖區的山水草間複合式餐飲店 以及地內社區發展協會合作 推廣廢材再利用的環保觀念和做法 以及各項綠色餐飲 我們就想要做暖暖的地方創生 還有綠色餐飲 就是想要暖暖更加綠色 然後就是除了餐飲以外 我們就是所有的廢奸材啊 就想要小朋友知道更惜福 其實地球資源就慢慢在變灑 就想要看一下家裡什麼要丟掉的東西 我們可以再循環再利用 變成更美好的東西 就不要太浪費地球資源 更加環保綠色 因為我們地內社區也是以蔬食推廣為主 那我們像我們做素食共餐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綠色培麗工作坊 能夠讓這些社區我們能夠的情感 更加連結凝聚之外 我們也希望把這個素食的美好 還有這些環保的觀念啊 可以帶給各位社區 山水草間複合式餐飲店 以及地內社區發展協會 也一起合作爭取 基隆市政府產發處的地方創生計畫經費 辦理相關獎座邀請各里和各社區參加 讓環保和綠色餐飲觀念擴散出去 到社會各個角落 更可以達成社區以及店家之間相互合作 例如山水草間本身設有手作教室 教導各項手工藝品及編織 地內社區發展協會除了推廣素食 同樣還有小旅行的報名行程 雙方合作客員互相導入 達成共享共好的目標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現在是通貨膨脹萬物其兆 一般吃碗牛肉麵都要120元以上 不過在台南市安南區 有一間店的牛肉麵 進來只賣60元 一塊來看一看 麵熟放進碗裡 滷好的牛肉再鋪到麵上 加上一勺靈魂湯汁 最後撒上一把蔥花 麵Q肉大塊看得令人實質大動 但這碗牛肉麵只賣60元 你相信嗎 原來是因為老闆徐維澤 採買肉品直接從源頭下手 省去了各盤商之間的價差 為的就是希望讓消費者 更輕鬆的品嘗美食 我們剛好有找到一個貨櫃源頭 我們從大盤中盤小盤批發零售 這些中間我們都省去了 所以我們可以用比較優惠的價格 來回饋給各位社會的 喜歡吃牛肉麵的愛好者 除了便宜 健康美味更是重要 這家牛肉麵的湯頭 所使用的滷包 也是老闆徐維澤 特地到親戚家開的中藥行選購 而且還很搞剛 先用研磨機磨成粉 再加入高湯中熬煮 所以他們的湯頭 喝起來有著淡淡的藥材香 市面上買的滷包 我們覺得那個味道不是很順口 也不是很健康 所以我們就去採購正統的 就是中藥店去買中藥回來 然後進行自己的研磨 然後去調整湯頭整個味道 讓湯頭整個喝起來更健康 因為我們的湯頭沒有用銅磚醬油 我們也沒有用市面上的味精 也沒有用乳包 它的酸甜 我們現在是用有機的天然豆 下去打酸甜出來 所以你喝起來有暖凝脂 喝起來會很順口不會打舌 徐維澤說 因為沒加味素及化學調味 所以湯頭第一口喝起來清清淡淡 但喝著喝著 漸漸能喝出天然食材 經過熬煮所帶出來的甘甜味 徐維澤也希望喜愛美食的朋友 都能來試試它的冠軍牛肉麵 記者張瘦為台南報導 同樣是美食喔 要帶大家來高雄左營 就有家壽司專賣店 每日限量販售芋泥壽司 採用新鮮的大甲芋頭 製作口感綿密 甜而不膩的壽司 大受顧客歡迎 來到市場裡的這家壽司店 琳瑯滿目的品項 讓人看了口水直流 真想每個品項都吃一輪 看網路上面來的 就是網路上看那個芋泥壽司 不知道吃起來是甜還是鹹的 許多顧客慕名而來 為了要品嘗店家的 特殊品項 芋泥壽司 滿滿的芋泥裡頭 包了玉米筍 小黃瓜以及乳酪 綿密的口感 讓顧客念念不忘 它的壽司也很好吃 吃了榴槤萬帆這樣 對 我一直想要吃 老闆採用新鮮的大甲芋頭 做成甜而不膩的芋泥 處理的過程相當繁鎖 每日限量販售 早早就會被顧客搶購一空 芋頭的話是想說是選用大甲 那因為它是比較有香氣 那做起來的話 就從切塊然後跟包含蒸 那蒸完之後還要再去打 打完之後還要讓它去加那個糖 那糖的部分的話 讓我們人體的話 比較容易代謝 那再加上做完之後 還要再去做整形 整形完之後還要開始捲 這個整整的時間大概耗時大概五個小時 還有炙燒鮭魚壽司 也是店家相當熱銷的產品 老闆堅持採用新鮮的鮭魚 搭配店家特製的醋飯 吃起來相當順口 也是熟客的必點品項 就是飯量跟魚的量剛剛好 不會覺得吃了太多的飯 然後魚也很新鮮 其實我本來是握壽司 跟那個醋飯搭配的話是更好的 那因為我想說就是捲一般壽司 用平價然後讓客人去購買 那這樣子的話會相對的 讓客人就是說便宜然後又好吃 這種感覺 就想說把自己做好吃的東西 然後給自己的客人這樣子 店家用心的製作每個品項 希望能把每一份新鮮又美味的壽司 交到顧客手裡 記者潘志光陳映君高雄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知名的酸痛貼布 一條根山寨反冒品到處都有 不僅網路上買得到 還有不效業者買山寨品 轉賣到夜市 讓消費者難以分辨 這兩棍真的跟假的 大家一定分不出來 一條根紅色包裝 上面印有金門著名的風絲爺 真是許多人這裡酸那裡酸 都會使用的酸痛貼布 不過拿出兩個版本的一條根 光是用外觀看 確定是台灣原廠製造的嗎 這個真的 它有通過SGS的認證 跟ISO的認證 再來假的 它直接在大陸生產製造包裝 連這個包裝袋都一模一樣 有沒有 大家仿的一模一樣 然後 教大家看喔 它只要打酸痛 酸痛 這個絕對假的 絕對假的 因為台灣沒有這個東西 業者實際教你怎麼分辨 原來這幾年 山寨的一條根 購物的網站上 都有標註是贈品 讓消費者真的搞不清楚 業者表示 有一些不效商人直接買進來 然後在各大夜市販售 這就是偽藥 假的呢 在大陸生產製造 他們用的是 純化工化學合成的熱熔膠體 來產生這個黏度 來服貼在我們皮膚上 你覺得這個不會過敏嗎 這個絕對會過敏 然後我們台灣生產的膠體 你注意看它的柔軟性 我們是用天然素質下去做的 它的親膚性非常的好 一條根在金門知名度相當高 中國市場也非常喜愛 來台灣旅遊的中國遊客 幾乎是必買商品 不過一條根在台灣製造 尤其金門產量非常稀少 因此要擁有合格證書才是贈品 成分有寫一條根 在外包裝上有標示一條根 這個就真的 這個就真的 那你看 密密麻麻 它寫那麼多的成分 因為它要仿冒我們的藥品 它也甚至於說把成藥都打上去了 但是你看那麼多的成分 大家注意看 有沒有一條根 絕對沒有一條根 那這個一定是假的 業者說 中國身在的仿冒 越來越嚴重 民眾花錢買到假貨 貼到皮膚上出現紅腫 才發現是假的 錢財損失是小 但傷害身體可就得不償失 記者 黃少民金融報導 再帶你來看 勇氣媽咪趙小喬 挨了上千針 四次試管失敗 及十六週胎庭 最後獲得了點點寶寶 她除了寫書分享心路歷程外 還與眼球先生 及送子鳥生殖中心 共同創作藝術作品 即日起在桃園勢力圖書館展出 希望帶給大家溫暖與勇氣 3 2 1 勇敢媽咪趙小喬與愛上一郎 共同策劃裝置藝術展 跟眼球先生與送子鳥生殖中心 共同創作Forward 一千針的勇氣藝術作品 並在日前與桃園勢力圖書 總管正式開展 作品靈感源自於策展人趙小喬 親身經歷的求子之路 也是台灣首作不運政女性主題藝術品 開展當天 她也帶著點點寶寶 跟先生流量左出席 希望這個作品 可以帶給大家勇氣 就是剛開始是因為想要延續 我出一千針勇氣這本書的這個概念 就覺得怎麼樣可以繼續陪伴 然後不間斷 因為其實在求子路上 還是有很多女生在這個路上 非常的辛苦 那我覺得不只是求子 我覺得在追求夢想的路上 真的就會有很多辛苦跟挫折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透過我 或透過我們家女兒 可以給大家多一點的勇氣 或溫暖或陪伴 所以剛開始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真的很謝謝就是 這次的主辦單位 就是送子鳥 愛上一蘭還有眼球先生 就是大家一起合力的完成 這個一個那麼棒的作品 真的很希望大家看到這個 就會覺得說 在世界某個角落還有人懂我 Forward一千針的勇氣 整體是純白色的獨角獸 但仔細看就會發現 獨角獸的棕毛跟尾巴都是滿滿的 約三千個針筒所組成 遠看是希望 近看就會感到驚訝 燕秋先生表示 這個作品呈現小喬的心路歷程 不僅是最後收穫至寶的喜悅 也能看到求子過程的辛苦甚至殘酷 然後獨角獸這個形象 相信很多人都已經知道 有這個神獸這個造型 那但是我這次特別用純白的這個顏色 然後去創造這個造型 那其實我想要表達其實就是 這個作品其實它最大的元素就是衝突 所以你看到一個很唯美的造型 但是你近看才發現它身上的這些 棕毛啊其實都是針筒去造成的 那所以就是一個很純白很純淨的意象 配合就是很多人會有點害怕的針筒 那為什麼這兩個人會結合在一起 其實這個作品就是想要說的 其實就是小喬的心情 然後就是在求子路上的很多人 其實他們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會有很多不為人質的辛苦 甚至很多殘酷的部分 是他要獨自面對的 不管你是不是在求子路上很辛苦的奮鬥著 或者是你在生活中也是一樣 就是如果心中有愛跟勇氣 相信不管是遇到挫折或辛苦 都可以像這個作品一樣 就是還是可以很任性很勇敢的往前進 Forward一千證的勇氣 從截至起到10月31號 在桃園勢力圖書館展出 未來也會規劃到各地巡迴寨 希望正在求子路上的未來爸爸媽媽們 能夠親自來感受一下這件作品 影響傳達的溫暖與勇氣 也藉由作品能夠鼓勵並支持 所有在這條路上默默付出的人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請問您快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为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涌热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